大家好,2024全新巨推 这一季呢,题材又非常的丰富啦 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一句灵感吧! Sweet Home 第二季 2.5 颗星 第二季迎来了全新阶段故事 老实说期待值多高,失望持久多高 这一季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 除了主角们的戏份比例大偏差之外 故事线也很混乱,有一种找不到焦点的感觉 传闻这一季呢,是为了下一季做铺陈 我们就期待接下来的故事可以更精彩吧! 完美的结婚公式 2.5 颗星 大女主复仇慢改剧 在近期算是流行的趋势 不过这一部从漫画到剧集来说 都没有另外一部受到注目 整体来说也没有太出色的部分 男女主角的CP感也稍嫌不足 剧情上没有什么新意 就付仇剧来说爽度不够高 天黑了!三颗星 韩版的天黑请闭眼 基本上故事架构没什么大问题 整部顺顺的看完了 年轻演员们的表现普遍都还不错 彼此间在猜忌和冲突上的呈现也蛮有火花 整部结合惊悚恐怖元素探讨人性善恶的议题 除了结局回马枪让我小失望之外 整体来说是有可看性的 与恶魔有约三颗星 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浪漫又美好的偶像剧 相当高颜值的主演加上称职的绿燕们 以及命运共同体的设定 无一不是标准浪漫偶像剧的标配 演技上来说呢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如果想看美美的人和美美的画面 可以打开来欣赏一番 一阵的秘密3.5颗星 从头到尾都走一个神秘又悬疑的路线 整体氛围营造的还不错 再加上演技派们的精彩演绎 提升整部剧的可看性 就短片剧集来说是呈现的还不错 只有在剧情的节奏上稍微拖了一点点 外加整部压抑的氛围 让人观看的时候感受到了稍微沉重了点 和我老公结婚吧3.5颗星 众所瞩目 这一季受到最高关注度的狗血剧来啦 基本上架构有维持原作的设定 但时不时走外真的是让我看得不是很耐烦 一些本来在设定上能让观众看得爽度破表的剧情也都改动了 让人在中期会觉得 嗯某些角色实在是非常没有魅力 剧情发展的合理性也连带稍嫌不足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有顾到重点部分 算是及格过关的爽剧 运气好的日子刺客星 整体氛围和节奏感抓得稳妥妥的惊悚好剧哈 两位男主角在剧情中的情绪还有行为角力 全部都精彩无比 每一个交手的瞬间都让人看得神力其境紧张问分 剧情在细节上的呈现相当细致 让悬疑的线索和惊悚的元素搭配起来氛围感十足 不过画面上的呈现对于不敢看写芯片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刺激 请斟酌观看 在刚开拍就获得广大剧名期待的时代怪物剧 整体剧情和我想象的虽然有点不同 但是在整个时代背景和角色设定上都有不少迷人之处 剧中的重点元素结合特效加上惊悚的剧情和人性上的探讨 将整部剧红头的挺有层次感 虽然在某些剧情上没有很流畅也不够合理 但整体来说还是相当值得一看的 李英爱以一个俐落造型霸气为归 饰演自负但是实力高超的指挥家 精彩演技让人感受到这个角色仿佛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剧情除了少线的管弦乐团元素以外 还结合了弦移紧凑的支线 让整部剧层次感丰富 撇除剧中的一些狗陷情结 演员间的火花提升整体可看性 让人在紧凑的节奏中 跟着一集一集看完 杀人者的购物中心4.5颗星 洞灵男神李洞旭 这一次饰演颓废感十足的帅气虾手99 角色颓丧又带有霸气的气质真的相当吸引人 故事的推演将过去还有现代的事件做了完美的连贯 每一个壮年角色也都将自己的气质和氛围呈现得十分有特色 是一部不论是坏人还是好人都相当有类力的悬疑动作片 帅气枪战不容错过喔 杀人者的难堪4.5颗星 我很喜欢这部剧呈现出来的鬼绝感 在杀人与被杀、正义与邪恶这样的对立面之上 利用整体氛围将这样显而易见的议题堆叠出更丰富的层次感 两位男主角分别站在不同立场选择不同道路 交错出来的火花带出整部剧的主线 非常喜欢这部剧探讨模糊地带的正义 没有绝对的善与恶 全都交给身为观众的你来判断 死期相置五颗星 满分时星看过都激推的本季好剧 除了男主角十余人国之外 因应剧情设定、勤来客串的多位一线男星也超级吸睛 哪还有什么时候能看到男生们齐聚在一部剧里面呢? 剧情前半看似多线又毫无交集 在最后呢,铲联成了一个回圈 将主线以这样的方式一层一层呈现出来 十分的精彩 除此之外 剧情上相探讨的体验也非常值得大家深思 本次的特推 古装黑马剧《夜晚开的花》 女主角李和妮产后付出的新作 备受剧迷的期待 果然不负众望她选择了最擅长的动作喜剧 结合悬疑还有古装元素 把里面的寡妇主角呈现了佛罗恩灵火线 不只角色们可爱,剧情也很顺畅 让人看得非常的舒心有愉悦啊 第一点,角色立体充满魅力 这部剧的第一大工程绝对是主角尘满 不论是主线剧情上的演绎 还是避免古装氛围过于沉闷的可爱笑点呈现 相当自然的转换剧中的情绪 不只另看的人行情愉悦 也使自身角色充满魅力而且形象鲜明 充分展现古装内涵,又不失剧情精彩度 第二点,故事丰富,主线流畅 本剧不只呈现男女主角双方迥异的生活和性格 在他们相遇到相知相惜的过程 也穿插了悬疑和全眸支线 再搭配精彩的动作戏来呈现 剧情既流畅又毫无冷场 不管是在笑点或是主线的顺畅度上 都掌握得恰到好处,氛围感十足 第三点,古装氛围,轻松愉悦 除了精彩又丰富的剧情之外 剧中也添加了许多适当的可爱笑点 男女主角虽然本身又年纪差 但搭配起来可可爱爱又巧皮无比 这样的设定之下 让整部剧的氛围去掉古装剧的身影 增添了让人看了会露出乙母笑的元素 让一般人更能入戏 如果你是本来不看古装剧的观众呢 这一部是你入坑的好时机 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不失精彩度 主线本身的旋异线呢并不复杂 但是结合了剧中的元素还有角色的设定 大大提升了本剧的可看性 让观众可以毫无负担的一集一集快乐看下去 我在看的还有 开播以来就充满话题性的眼泪女王 虽然剧情整体评价并不算高 但是高颜值的演技拍CP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再来还有充满话题性的改编剧《寄生兽灰色部队》 也是枉飞这一季的必看之作 结合日本原作的精彩剧情 再加上韩国这边的特效还有演技派加持必属佳作 新的一季就让好剧延续下去 不管是在演员还是在新的题材方面都非常值得令人期待 祝大家享有美好的看剧时光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或是对内容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IG动态 那就推剧下次见啦 拜拜